欢迎来到新一期的山清海塑栏目 我是主持人妙妙 今天我们山清海塑的特别节目 漫都新荣 即将在成都的人民公园拉开序幕 今天我们也是邀请到了 一位非常特别的嘉宾 金子乔先生 他是一位非常知名的音乐人 也是信义派的唱作人 大家好 我是金子乔 很开心来到山清海塑栏目 在来成都之前 对成都有什么印象 印象最深的就是通过一首歌 叫做成都 成都的这首歌 那在这首歌里 可能更多的是对于小酒馆 成都的一些感情 夜生活等等的 那今天一大早 我把你拉到公园来 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感觉成都的氛围非常好 然后人都比较放松 这样 就是和传说中一样 大家都很休闲 在成都这个休闲之都 大家生活都非常安逸 我也听说就是要了解一个城市 它最真实的一面 就是要来到老百姓每天生活 和就是他们活动的场景中 所以今天早上我就选择了 先带你来到人民广场 虽然每个城市 咱们都会有一个叫城市公园 在大家印象中 就是可能是阿姨叔叔早上起来 沉淀呀等等这样的地方 但是在成都就很特别 就是大家不仅是 这个老年人的一个专属的区域 而且有很多年轻人 是吧 我们看到 包括坐在后面 这个非常休闲的 就是从早上起喝一杯茶 可能他们有半天的时间 那这次来到成都 会不会对你的这个音乐创作 会有一些小小的启发 有很有帮助 是吧 可能会去考来成都 来寻找人的 好啊 像赵雷当时 他在创作这首成都的时候 可能也是会被这种休闲的气氛 很好的当地人的这种 就是每天他们安逸的 生活的状态所感染 好啊 那期待在你后面的 这个新的作品中 我们也能看到 有成都的踪影 好 谢谢 为了招待子乔 在成都吃一次地道的 这个成都火锅 其实我也是煞飞心机啊 特别 专门又去请教了 我们这个玩味成都的 这个美食小编 而且呢 小编特别好 还是为我们推荐了 一个成都资深的 这个美食的这个土著 欢迎大家一起来到成都做客 那我作为成都的资深好吃嘴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成都的特色美食 火锅 那因为我们现在其实也知道 就是成都火锅也是风靡全国嘛 很多这个很有名的连锁店 就是全球了 全球 对 是的 在海外都能看到 那咱们今天来的这个 叫三口煮 这个火锅店 它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呢 这个火锅店 最有特色的就是它这口锅 就是当时老板创业的时候 然后当时破产呢 它就卖了它的奔驰 然后后面就做了火锅的生意 然后后面为了竟然它这个奔驰呢 然后它就做了这口锅 这口奔驰锅是吧 奔驰 也是一把心酸类 紫乔那我知道作为一个唱作人 平时对饮食可能 你才觉得会很严格 那吃火锅的时候 你会有什么比较注意的地方 其实平时我刚才说的吃一些清水锅 啊 直接经常都少了很多乐趣啊 偶尔也是一样大了 那今天我们这锅里其实也有能适合到这个紫乔吃的 那豪哥可以给我们介绍介绍 今天我们这三个不同品料的这个口味都是 就是这是我们示范人最爱吃的红锅 然后这是为了符合大众口味的菌汤锅 这是为各类的小姐姐美女们准备的养盐番茄锅 就可以适合各类的人群大家一起 嗨皮着一起吃火锅 听豪哥讲完这个锅底以后 我已经口水要流下来了 这几道菜 这家店的品点菜系叫做油泡系列 油泡 对油泡系列 这有什么讲究吗 为什么他们要泡在油里面 吃起来更入味更香 就是他提前会去浸一下味道是吧 对对对 吃火锅就是高兴 高兴就得喝酒 还是要喝酒 对是这样的 然后他们这的特色酒就是他们这的一桶江山 一桶江山 就是汇聚了差不多十多种酒吧 哇十多种 就是说这个酒里面啤酒啊什么 就主要 各种全是啤酒 全是啤酒 不同的这个口味 那什么样的锅去匹配什么样的食材 你更建议呢就是在口味上 以我土著的建议 我觉得所有东西都得到红锅才好吃 这就是一个成都土著的对 是的 对只有红油锅才是真的是地道的这种火锅口味 有一句话说的就是成都人最后的妥协就跟你一起吃 微辣 是的 好吧那今天豪哥牺牲很大 已经跟我和子乔一起这个都甚至吃这个青汤锅了 对也是可以尝不好味道的 好呀好呀那咱们就开始算起来吧 算一下算一下算一下 那个机上要扶起来就可以吃 哦要走开 算一下 好 这就咋了 好 这就咋了 欢迎来成功 欢迎来成功 谢谢 有个小问题想问的问题 知道我们这一期节目为什么要叫曼都新龙吗 不知道 对曼都新龙这里面其实越含了一个意思就是 成都因为像它是休闲制度 生活节奏都会很慢 但是呢我们取的这个新龙是龙成的龙 也就是成都它的一个简称 那今天呢带你来到这个太古里 也是为了看一下成都生活节奏比较快的一面 我相信你已经看到了 什么比较发生的一面 对 很潮的这个 而且就是你应该也知道就是说 其实成都是一个非常出时尚博主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在太古里这边呢 就是说大家都非常就是属于时尚的弄潮 而经常有很多街拍 其实我现在最想的就是 拿一把节奏在这个场上 是吗 对 我觉得这个好像是作为每一个音乐人都会有的一个小小的冲动 对啊 因为这个位置就是时尚人比较多 然后我感觉更新人 就是在这种环境中就是边弹边唱会很放松 都说百年春季录千年的大慈寺 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到太古里一定要带紫桥来一下大慈寺 为什么呢 就我觉得大慈寺对于我来说 它是在闹市中一片非常安静安宁的地方 就是可以突然从这个钢筋水移中逃离到一个自己可以很放松的地方 而且呢可能你也会发现整个这个就是成都太古里它的建筑风格 会和其他一些城市的太古里还不太一样 对 对吧 就是因为可能更多的也是因为大慈寺的这种建筑风格的关系 所以呢整个太古里的建设也是配合了大慈寺它的建筑风格 那在太古里来说对于大家更多的就真的是能看到 感觉在这儿是成都的一个前生和军事 那不知道在你的音乐创作里面就有些这种元素的时候 我这个词讲如果写的比较现代化 加一些现代的元素 古风呢可能就会找一些接近一些古风古色的音色 音源 我这个人就比较两面性吧 两面性 对比较两面性 但是要闹的话可能非常闹 然后安静的话非常安静这样 那我觉得今天这儿太适合你了对吗 就是因为大慈寺和这个太古里的整个 它这个商圈的气氛 就很像你音乐中的这种冲撞感 好啊那咱们一会进到大慈寺里面去感受一下 好的 好的 好啊 Zither Harp 为了照顾我们远道而来 从东北而来的这个紫桥 今天玩味成都的这个美食小编 给我们特派的这位嘉宾豪哥 晚上又带我们来到了这个当地 特别就是很特别的一个烧烤店 对不对 对 我来个豪哥 没事没事 豪哥考虑到 对你在东北平时 这个晚上不得撸个串吗 对 所以咱今天晚上看看 成都的串和东北串 我们不一样 对 成都的烧烤就是体验食材的原汁原味 所以我们不会放那么多的佐料 比如像自然之类的 所以我们吃的这个烧烤 味道就比较清淡 所以它这个旁边是蘸碟 对不对 干料 是的 就是说这个都还不够辣 还要再蘸点辣的 那我们今天来到的是 因为是峨眉山的这个 我看它是峨眉山双双烧烤 就是它就相当于在成都 其实它口味就烧烤 对 很多流派 对 不一样 就是说峨眉山 乐山 或者是边线的一些小的城市的 各个地方烧烤味道都还是不一样的 都是有差异的 对对对 就像我老家那边乐智 就是他们那边串可能和沈阳 和沈阳那边串可能很相似 那个圈也比这个要粗 然后肉也很多 对对对 那这个峨眉山的烧烤 还是不是更多会就是 怎么说就是比较偏向于重口一些 还是 因为我看它今天的所有这个分量 其实辣味还都蛮平的 对 还是不错这家味道 对 是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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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medicine 优优优独播剧场——波动荣 我们下期再见 这个建筑是一个时代的载体 所以今天为什么要带紫乔来一下这个曹家巷 成都的这个曹家巷 其实可能也会发现 咱们今天来的时候 两边这个风格很普通 就马路的两边 一边是很新的高楼大厦 然后一边都是什么 以前在保留的原有心智小矮的房子 对 所以我也想今天想问问这个紫乔 现在有没有对于你家乡最深刻的事情 就是你忘不了的那么一个地方 忘不了 在我小时候也就是四岁以前 想住在平凡的嘛 就非常老 但是现在就是才亲爱的 我没有了 然后可能回头都不住了 因为以前的小朋友和什么 爸爸从上都在一起 然后十年多晚 在现在住那个楼房了嘛 到半岔的时候都没有屋感觉 是的 对 但是不管什么时候你再回去 你可能还会比较怀念那个地方 可能偶尔做梦也能够到以前 可能不管你走多远 你都会很怀念你妈妈做的一道菜 或者说你家乡的一道风味 这个是改变不了的 所以在成都的曹家乡 就这儿聚集有很多的这个当地 最原始的一些美食 包括咱们今天刚才路过的一些 这个什么肥肠粉啊 还有就是有那种老爷爷老奶奶 他们做的蛋烘糕 甚至还有一些手工的这种冰粉啊 都是这个在曹家乡 成都人最难以忘记的这种季度 夜里睡不着 难道这就是相似的美妙 爱你 遇见钟情的爱情 最甜蜜 想你 初次见面的情景最留恋 你是我生命中渴望的女孩 我们一起编织美好的未来 你是上第一次给予我的可爱女孩 因为我的幸福已经到来 我愿为你牵手戴上戒指 承诺爱你这一辈子 天天看你开心的样子 成为你的黄瓜 黄瓜是好像是四川火锅里 还有重庆火锅一定要去涮的 就那种功夫黄瓜 越薄切的越薄涮完越好吃 我想应该在这个串串里也不错 好了先来这些不能演大兔小的 因为我们俩早上刚从曹家乡过来 几条还跟我聊起来 就是说他对于这种整个城市印象 可能最最初的印象 就是他儿时的时候那些记忆 那几条这个是对于你来说这种块块 你小时候有吃过类似这样的 小的时候吗 没有 可能没吃过 但是这个锅应该很熟吧 这个应该是那种 对 市井生活 对 就这样他整个装饰也很 猪猪的要吃 嗯 是老成猪 像这个口锅 原来小的时候煮什么 煮粥用的 对 应该煮的差不多了 可以吃 你们可以拿个勺 然后舀点原汤可以进去试一下 如果吃的清淡一点 可以蘸这个 对对对 把油舀进那个盘里 那个点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说我们在小红虾选材这一块 我们是老虾也不会用的 就是说我们用的基本上都是在满足规格要求的情况下 我们是选择大红虾 大红虾 对 以大红虾为主 每一次小红虾最小的规格要不能低于7钱 7钱 7钱 对 我们的规格是7、8、9 但训练上现在平均很大 用的都5、6钱大 对 4、5、5、6钱都有 那这个已经是很霸气的一天了 那我们说第二霸 就是这个塔状的这个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设计 就是它适合多少人去设计 我们这个塔 大概是8到10人 8到10人 对 那小红虾总共是4层 小红虾移开有一层最底 做的是以各种海鲜为主 这个海鲜的卡 那非常感谢子乔能够做客 我们这一次山形海素之漫都新荣节目的录制 那我们的山形海素栏目呢 已经伴随大家走过了很多的城市 用镜头记录下了每一座城市的风景 和我们一起旅行中的朋友 还有那些值得回忆的美好瞬间 那让我们一起共同期待 下一期的节目 与您看到更多的城市 那一座山还有哪些人 后边也有一种 下层联盾 出色的才 Viktor